来N 来说 听得到吗 听到你说 是这样 就是刚才看你直播看了好久了 然后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 感谢Bill哥言话 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是比原来来说是有明显的提升 但是还是会有非常多的人 感觉好像国外的生活质量更高 然后这个心理上的变化 是为什么这么难呢 你在问我呢 对呀 你是其中之一吗 我不是其中之一 但是 我不也在这等这种人呢吗 Bill哥15级灯牌了 恭喜Bill哥15级灯牌 大人了 你现在是大人了 15CM海洛了 你是主角 你现在是大人 就是我们之前接触到的 可能被美国电影啊 或者这种美国的一些 它单方面的媒体输出 所影响的 导致我们会有这种心理 感觉到美国的 普通阶层的生活水平 比我们国内的 普通阶层的生活水平要好 你说有没有 它输出的是这种文化 你这样 我明白你现在说的 我先给你举一个 跟这东西不太相关 然后一会会相关的一个话 一个例子啊 直播间你们所有的都听一下了 你们幻想一下 假如此时 现在有一个身家过亿的 大老板 或者富豪 跟直播间 他会不会上来说 我羡慕 你国外人家那种生活 杂地的 人家生活条件 普遍都比咱们强 为什么就是 我跟你说不会有啊 为什么有钱 有到 就是有到一定地步的 就是有到 有钱有到一定地步的人 为什么他不会有这种认知 我告诉你 不是说他 他一定出国 或者怎么着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人本身就是靠比较 去决定存在感的 而很多人呢 可以这么说 绝大多数的人比较的时候 都是拿别人比较 而不是拿自己做比较 什么概念呢 总喜欢时间轴定在现在 然后跟别人横向去对比 就是 就是 跟别人去横向对比 我比别人过得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比较方式 比较应该是怎么比较 是我比我之前过得怎么样 这个比较才是合理的 就是 你看比如我比2000年的时候 我牛逼了 2000年的时候 你刚上班 我现在 我不但我有房了 我有车了 我有这 我有那了 这种比较 才是一个正规的比较 而不是说 在相比 在这个社会之下 我现在是过的是 属于中下水平 我想过中能水平 这么比的话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每个人都很累 而这种比较方式 全球不是只有我们有 但我们确实是代表 我们确实是比较 比较差的 老外 你说老外 就是有钱人 没钱人区别大不大 区别也很大 但他们会去跟那些有钱人比较吗 不会 甚至他都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说是 你比如咱家的 说是条件少差点的 我这个学历稍微低一点 能力我稍微差点 我拼死命的干活 我送外卖 我开网约车 我一月我都得挣一万 我必须得比谁强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社会 网约车一万块钱 相当于这现在的2730 那就是2730 就变成不是最低公司 一万变成最低公司 他们还会停留在这个阶段 不会 他们也会继续往上走 所以说 在比较的时候 我们总喜欢 把自己定位在一个 我不是底层 那这个时候 就问题就出来了 谁是底层 你不是底层 你挣5000不底层 他挣3000不底层 你不底层 他不底层 谁底层 你如果这五根手指头 你非要比一根最短的出来 最短的这根 能承认自己是最短那根吗 如果这对最短那根 这根被迫成为最短那根了 那他只能站出来骂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长的 你们凭什么做长的那根手指头 明白吧 什么人会 那你再问我 什么人会在互联网上 出来说这种话 会会出来说什么 这个被好莱坞片给洗脑了 这为什么会总觉得 国外比比现在这强 就是这种人 就是你这根手指上最短的人 他被他自己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罢 他被比完了以后 确实就是这一只手上 最短那根手指头 所以他只能认为国外是好的 因为因为就啥呢 证明我的短 不是因为我啥也不是 不是因为我狗屁 不是不是因为我还懒 是因为我带的地方不行 所以为什么没有长的手指头 长的手指头站出来说说 说国内 我说我说有钱的人 为什么不会站出来说 国内这不好那不好 因为他比那个短的手指长多了 最短的手指他他没法长 所以就为什么一说说 互联网上这些带节奏 都是驴马烂的 都是2730 当然保安这个职业 当然无所谓啊 不是说其实保安的职业 只是形容他们那种生活状态 混吃等死争献 你就去挣这点工资 跟谁比他都比不出优越感了 所以他只能幻想 我这水平在国外 我就能牛逼起来 听懂了吧 听懂了 但是还有 这个问题听懂了 然后的话 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现在这个大环境 经济方面 因为中美现在 在经济对抗很明显 然后的话 之前好像听某一个主播啊 也是聊过说美国一直不降息 可能对中国是会有明显的影响 这个 会有影响 但是影响最大的是他们自己 对 我看你那个之前拍的视频里面 说美国物价都涨得飞起了 这里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种 什么时候是头 我跟你讲啊 就算我们跟他们那个关系 好得跟哥俩似的 这个东西 我们也是一定要在身在其中的 就是我们也会深受其影响的 它的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还好 它跟我们的关税也好 啥也好 就是各方面限制特别多 如果它这么硬的情况下 我们这是关系特别好 完了东西啥的 你是华为也好 比亚迪也好 胖胖往过卖 哥们 人家家里面这边机器光 一过一卷 你这边是一产一台 那那纯是拿白纸换车呢 明白吧 这种情况 你是期待好起来 首先 你这种好是什么好的 是他先好起来 完了我们能 我们能跟着 继续做 就说白了 我们是个饭店 你在问我们饭店 什么时候声音好起来 你得先让顾客兜里头有钱 顾客兜里面钱 现在是自己画的 你敢要不 他说我车 舍账池 舍完了以后 跟你一起补 你敢要不 你敢让他舍不 你不敢让他舍 但你确实 你也啥 你也要体验到 你店里面人少了 为啥 不单是他舍账 他自己画张钱 不单是他 他那些曾经 和这个附近混的 这些哥五哥六的 什么五眼联盟 八眼联盟的 这些人 他们也 也都是现实 现实都是一个屌样的 现在都是属于出了连舍 连舍账 坑蒙拐骗的 给外面是属于 框框吹 吹到最后自己 五个人吃 都给烙上亿的买卖 吃到最后一拍 兜里都没有 现在都那选手 那说白了 你这饭店 你嘛不是做他们生意 你就是做 做这小生意 都没钱 完了你说 那你受不受影响 你肯定受影响 你顾客嘛 我们一直是工艺 我们一直是属于生产国嘛 对吧 我们一直是做出货 他们来买卖的 他现在他钱涨价 他那点钱听着数字高 但是购买力不如以前 他没有钱去买你这玩意儿了 咋办 原来60%的关税东西 现在变成100% 也就是说 曾经卖10块钱美金东西 如果本金是2块钱美金 现在这10块钱美东西 得涨到13 14美金 然后你再去买这东西 你先说那点兜里面 有没有13 14 他不但你这玩意儿涨 别的东西他也涨 他还有没有这闲钱13 14 有这闲钱 他能跟你买 买完了以后 这钱东西不往你家去吗 你钱不进我们头吗 得进来 进来以后这钱 你看 这什么脑袋 这不自己画的吗 那咋办 听懂了吧 听懂了 然后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不好 然后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能接触的 都是我们国内的一些 周围的一些人 然后就感觉 整个社会的 可能压力比较大了 或者是说 人的力气也会比较大一点 这种情况 正常来说 在美国我相信肯定也是会有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个人原因 刨除进出口生意以外 你不能说全国都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吧 本地的做本地生意也觉得不好 对吧 本地有本地的原因 我们的胆子是全世界最小的 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偏偏 有点很多人觉得接受不了 是在哪方面 是在花钱上面 虽然我们消费能力强 但我们的消费 消费胆量 是全世界最小的 打人最小的 现在多少人 合计啥呢 不行 我兜里面 现在至少得留五十万 留二十万 过河钱 啥叫过河钱 万一再有口罩之类的时间 让你实践呢 我留过河钱 那讲话咋 口罩就咱家经历了吗 你问美国人留过河钱了吗 你问刘邦熙个人留过河钱吗 他们没这文化 我们这是什么文化 过河钱是什么文化 这就 以备不实之虚吗 对啊 他们但凡能以备不实之虚 当时口罩是他为啥要罚 但凡有钱 他能以备不实之虚 他为啥要疯狂硬呢 他为啥要走今天这一步 他就不用了吗 对吧 我们不是啊 现在有多少人心里面 就是我直播间 但是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这些人 有多少人敢合计呢 不行 我这两年花的有点多 我先把存款到多少钱以上 我先存到多少钱以上 我再研究怎么花 有多少人有这种想法 就兜里面 我先存够多少钱以上 你先存够多少钱以上 你就再代表你现在消费力要下降吧 对不对 你就比如以前 你一个月有一千块钱的零花钱 我现在先花五百 我这五百先存起来 我存到多少钱以上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一千变成五百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针对你个人来讲 你的消费力 你的个人消费力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如果全社会人 人都问你这么想 我们整体经济就要下滑百分之五十 你有百分之十的这想法 就下滑百分之十 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对啊 没错 我们自己也有存在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外面不同胀 我们自己发生了这件事过了以后 也会这样 这是啥 这是因为我们所谓双引号 胆子的问题 胆量的问题 对吧 你看除了生活 不需品不大花钱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以前可花可不花 现在都不花了吧 那你不花 他不花 你下降百分之十能力 他下降百分之十的能力 那我告诉你 整个国情上来讲 就得下降百分之十 好的 解答了 解答了 好吧 来下一位 很多人在唱脸 现在国内 这个经济不行 大经济不行 有钱人走了 怎么怎么的的 你得先说 你的花钱能力 有没有比之前强 你有没有比之前 牛逼 现在为啥没下降到 像你个人下降的能力那么多 你可能下降了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为啥社会没有 因为有钱的人还是多 还是有钱的 你互联网上打PK的 一把百万票的钱 都从哪来 人家没钱吗 都有 有钱的人还是有钱 只有你现在兜里边 本身没啥钱的人 你慌 但其实我告诉你 这就跟打PK一个道理 散票才是终极票 大哥 你指大哥一个人上个滑子 不抵一万人 一人一个棒糖 彼岸的风铃是话说对了 恰恰相反的 就是我们这么做 最稳的 所以我们的情况是最好的 你看似在下降 但实际上通胀 就是美国的这种通胀方式 如果你大门打开 你跟他谈各种合作 你让他钱进来 我们到最后帮的忙是啥 我们帮人家把纸变成钱 我们只能帮人家把纸变成钱 这个钱会在短时间内 涌到你的兜里头 你原本一个月干这活 只能挣三千块钱 之后能变成挣四千 但是你的生活成本 要从两千上升到三千 一回事 当时一按百分比算 你还亏了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你还要快有一千块钱 多少钱 我看你 三千块钱 能帮你 在哪里 能帮人连成 你看看